陆雨云 能顶着王妃的头衔给林哥哥殉葬 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准备点火 最近是我家没死 还穿越了 我的脑袋 放狗 又摇死人 又蠢又丑 剑 让你偷吃 让我偷吃 我转吃 你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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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 爹的青年宝贝 这些都是给你的 陆雨云这个蠢货 只配垃圾 谢谢爹 爹爹给我分好了 爹爹不疼 娘亲被害病重 这切实生了个树 你还骑到你头上作武作威 你这算什么千金大小姐 罢了 既然我堂堂现在王牌局驿站了 我身子 那属于你的东西 我一定会帮你抖回来的 有没有人啊 哎 放我出去 哇 这个贱臂准备逃跑 快点 把他烧死 让他赶紧给林哥哥殉葬 好 失败多散 快点 快点 你们家王爷真的就死了 你骗人 王爷早就断气了 你这个贱臂就是想逃跑 赶紧把火给我点上 开死了 到底可以不用了 这不是路上书家的大小姐鹿鱼吗 听说他从小吃啥 为什么会揪我身上的毒 带你帮我试一下 哎 不不应该呀 怎么毒发了 那是口声的问题 你可别死 你死了我也活不了了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原来是装档 这是小事 可笑 王爷 你死了 本小姐的烧鸡烤红烧月圈都没了 这 过你身上 应该很有钱了吧 那你死都死吧 就给我吧 别乱动 你醒了 本小姐饿了 我想吃饭 我要吃饭 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饿了 我要吃饭 我饿了 要吃饭呢 为什么你可以解满朝太医都解不了的毒 你不是傻子吗 我 我 听到了男朋友醒了 带我出去我要吃饭 肚子好饿了 吃饭 大了 开门 我还没死 啥事啊 王爷 您 您没事了 还不开门 是 林哥哥 你没事 那真是太好了 微微可伤心死了 不 不对 妹妹 你刚才不是说还让人把他烧死吗 你是怕王爷死在里面 然后会臭在里面吗 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怎么可能盼着王爷死呢 姐姐一个傻子 倒是很会挑拨离箭 大小姐 你这么说话就过分了啊 你就算吃傻 但如此没规矩 丢的可是我们路夫的脸面 亲口 是吧 今天本小姐就先拿你开下婚 今天 老龙就替大夫人好好教训教训你 哎 教训 金木木 教训 教训是什么 能吃吗 你把教训给我藏哪 来 金木木 你现在好像一只死的老乳鸡 快快快快 林哥哥 你快找人把姐姐拉开 给我呀 你不能糖的好吃的 你不能糖的好吃的 再伤到脑子可就不好了 如今 如今姐姐已经是林哥哥的王妃了 可不能伤到分好 你看看 我看看 喂 你是你知道的 别动了 金木木 别动别动 我给你把他去忙 陆雨 够了 还不快听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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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把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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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雨晕在干什么 哎 陆雨晕 在干什么 你那么轩干什么呀 咕咕咕咕咕咕 不是拉姆基是什么呀 金木木 我说错了吗 如今姐姐已经是林哥哥的王妃了 她用如此难听的话说妹妹做什么 这女人又差又表的 这要是活在现在 她哪个以后都对不起她的演技 什么 我是王妃 我 你 你不是说我是陪葬品 爹爹还说我只要死了 妹妹就是王妃 那 好可惜啊 王爷是个短命鬼 配不上我们家小微微的 妹妹 短命鬼是什么 能吃吗 姐姐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但是爹爹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这次婚啊 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 不管怎么样 王爷醒了就好啊 李云这孩子啊 脑子不太林广 不适合照顾王爷 不如让警卫留下来帮忙吧 我呸 小坏娘 就你最坏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我王爷早死了 你知道什么呀你 小坏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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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 引人吃傻 没规矩 我们陆家 也不能看待她闯祸 那便让季默默留下来照顾指点吧 见过王爷 王妃 王妃 天色不早了 老奴夫您去休息吧 你 你杀我 我打你 你杀我 行了别闹了 都回去休息吧 我不要 我要吃饭 我要吃烧鸡 我要吃烤鸡 我要吃烤鸡 我要吃饭 吃饭 阿姨 大家要去吃饭 是 我不要 不要你配我吃 我救了你的命 你一定要配我吃的哦 你能不能消停火啊 是个王爷 忘了死你 救了你的命 连饭都不配我吃 姐姐 这好大的胆子 怎么能如此呢 王爷 没事 跟一个傻子计较什么 你先去吃 本王一会儿过来陪你 好不好 那好吧 那你一会儿 一定要过来陪我吃哦 走了 云哥哥 你是不是跟姐姐已经 没有的事 天色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你一直都有救急 就别熬夜了 等过几日 我再去看你 那不是在等你 摸摸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呢 这是什么 大小姐 虽然您跟二小姐一样 和凌王殿下都是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 但是凌王殿下喜欢的可是二小姐 毕竟二小姐曾经救过凌王殿下的命 您哪还是莫要太过分了 我怎么记得我七年前好像也救过一个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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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天 哎 公子啊 公子想想 姑娘 啊 家民真 我吃了我 等我日后 定来娶你 哎 之前和人私定终身的事 可千万不能让死华林知道 这是皇上赐的婚 若是被他知道 这是要掉脑袋的 大小姐刚刚说和谁私定终身 大小姐刚刚说和谁私定终身 你当 当时和林哥哥了 那个路纪归那么坏 他怎么会去救人嘛 怎么不可能啊 又玉佩为证呢 林龙殿下可宝贝二小姐了呢 好了好了 大小姐 您不是说您饿了吗 老奴给您拿了点心 要不要吃点 您先吃 老奴给您倒茶 老奴给您倒茶 这茶水有问题 你们竟然放着知人风扇的药物 莫莫你最好了 莫莫喝 不不不不 二小姐 老奴是下人 不能喝您的茶 您还是自己喝吧 来 我突然不想喝了 我要吃点心 做点心好口 大小姐 你别光顾着吃啊 别噎着了 你还是喝口茶吧 给我闭嘴 我要吃什么就是什么 再说你说话 吓死我 参见王爷 废下吧 是 你来了 快 还没吃饭吧 来我吃个饭 哦 是点心 哎 干什么 董王在你这 就是离一枕茶都喝不得吗 我是让你吃点心的 又没让你喝这个茶 好玩好玩 王爷变成洛汤鸡了 胡闹 这个茶 是我一直在喝的安身茶 是金某某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的 都是我的 这是 喝这个吧 还有 你要如何才敢给我彻底解释 那你要先答应我的条件才可以 说 我说了 两只烧鸡 四只烤笛棒 再来一只烤全羊 我要新名衣三套 新备入三套 等等 怎么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这以前在家吃的都是残羹剩饭 穿的也是蚂蚁破布 还有人换着法子欺负我 现在不一样了 我嫁起来就是要想服的 我要 吃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 我没首饰 我要十个大金镯子 十条大珍珠香脸越大越好 这个傻子 在陆府这么可怜吗 罢了 你要的都给你 我 我现在就要你要是不给我 药方 我就不给你洗 按照他的要求准备东西 顺便拿纸笔来 是 哇 哇 满意了吗 满意满意 你这小子可真是个好人 我现在就给你洗药风 我可不能让你死吧 那 结好了 这段时间呀 你切记不能动武 还有情绪也不能很激动 不然你就真的死翘翘了 那我这些烧鸡呀金镯子可都没了 本王知道了 宫里来的消息 父皇以我身子大好 决定过几日举行工业 进宫那日好好打扮一下 莫要跟我离王府丢人 好啊好啊 世纪什么都我最喜欢了 嗯 帅哥 你们王府有木匠吗 碧王妃 有 那 你明天带我去找他 我有个好玩的东西 让他给我做呢 王爷 王妃娘娘这几日像疯了似的居目的 院里还时不时传来奇怪的声音 要不要处下去主持一下 只要他碰到的话给你去 不用管这 是 王妃 这还是您第一次正式进宫 卢宾给您画一个好看的妆容 好 莫莫快来 莫莫不好看一点哦 好看好看 好了您瞧瞧了好看不好看 王妃整的还不来 来了来了 天吹 他弄我 来了 米思琳 怎么 好看对不对 我就说吧 鸡萌萌的手艺好得很呢 他说我每个都鸡 走了 愣着干嘛 要迟到 哎 真是冲决人怀 冰王队下到 冰王妃到 冰王妃到 我听说这傻子是为了给王爷冲洗才嫁给他的 王爷当时都厌恃了 送到火葬场的时候又给活过来啊 这也算是王爷的福星了吧 我听说凌王和陆家二女啊 已经私定终生了 现在姐姐上了妹夫的时候 还不知道又怎么回事啊 嘘 别说了 凌王看过来了 啊 见过四哥 四哥今日身体可好 看你面色还有些苍白 好多了 只是还需在吃的时间那样 那就好 身体没事就好 只是 身边这个丑女人是谁啊 我把你四哥的胳膊 你莫要惦弄我四哥的清白 哎呀 你 好了好了 你敢打我我打死你放死 这是你四嫂 你该给他道歉 叫四嫂哦 四嫂 我就是个傻子是个疯子 就算上了王家月定 也就是个陪葬吧 四哥父皇说了 等你身子好些了 就让警卫送你的王妃 程王殿下 王上还没有下旨 现在不好说出来的 王上驾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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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说什么呢 什么事呢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参见陛 父皇 儿臣只是在为四哥打包不赔的爸爸 啊 你倒是关系你四哥的事来了 老七啊 你这手伸得太长了 啊 父皇 儿臣只是认为 陆以为这个丑女人 根本配不上我四哥 能配得上我四哥的 那必然是京城第一才女 陆锦菲莫属啊 姐妹不才 只是略同姐姐说话而已 京城第一才女 哎哎 有我厉害吗 姐姐的意思是 你比妹妹还有才华 不然呢 既然如此 那我们比试一下 好啊 比就比啊 哎 谁要是输了 是要爬在地下去补救哦 等等 整个京城都知道陆以云是个傻子 怎么说话条理如此 陆以云 你是个傻子吗 糟了 您请万一了 傻子 你全家都是傻子 笨小姐三岁就会走路 十岁就会念三字经了 你行吗 你傻子 你才是傻子 岁子 帮我没说好 姐姐怎么如此说话 这雪狗教 怎么能当当野之谈呢 你叛了吗 陆以云说什么梦话呢 陆锦菲可是京城有名的才女 就是 雪狗教的这种想法 也只有这傻子想得出 真是可笑 别人还说她有时清醒 有时吃啥 我看呀 她就从来没清醒过 看来路上输的这两个女儿 真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妹妹只是怕 姐姐输了丢人吧 毕竟你我二人 还是都是陆家 无论谁输谁赢 那失了的可都是陆家 不不不不不 你搞错了妹妹 我现在嫁到凌王府 我就是凌王府的人 不是陆家人了 要是丢脸也是丢 凌王府的脸 再说了 我家王爷才不会 嫌我丢人的 对不对王爷 她毕竟救过我的命 总不好 在这么多人面前 落了她的面子 一伙输了 大不了 我替她给警卫 道个庆就舍了 警卫性子好 定是不文静庄 这不放的 对 听到了吗 好 既然你不怕说 那我们就比一比 为了避免外人说 我欺负姐姐 这次比试 你来出题 敢跟我抢人 又以为是小剑人一配 她一个傻子草包 肯定不在皇上面前发疯 到时候等皇上震你 把她刺死了就最好 小婊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毒 好 那就比画画吧 哈哈哈哈 这个丑八怪 看来是失心疯了 她不知道陆家二女儿 最擅长的就是画画吗 弯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是不知所谓的 稍安勿躁 不然我们好好看好戏 看着姐姐如此不信 那就如你所言 不闹是吧 秦桂的画即文明京城 你快给她道歉 我禀告 让此事做罢 我财不得 我就要跟她 没法要向她去拱 想双方都没意见 那便开始吧 朕也正想看看 这文明京城的才女 到底有多么的精彩绝艳 都想看了下我是不是 我堂堂王台军一一复制 也就是画画 会怕你们这群鬼带人 不愧是才女 行义兼备 这没花旗去封骨 就活灵活现 好 甚好 不愧是才女 紧薇的画前一天都进步了不少 这没画画的 他们真的不错 只有紧薇这样又漂亮 又才华的女子 才能配得上我四胳膊 这论语 就是个傻子 真当的赢得了紧薇呢 这玩意儿 我该怎么弄了 对 就那个 哪有鬼 把这笔烧一烧 应该就没用了 姐姐 我已经完成了 该你了 这没花画的真是极好的 那陆以云也不嫌丢人 不愧是陆家精心培养的大家闺秀 称陆锦薇为金城地狱才女也不为过 就是 我要是那陆以云啊 我就从城堂上跳下去 太多了 哈哈哈 你若是不会就直接认输 跟锦薇道过庆祝好 谁说我不会吧 画的好弄 这画的什么啊 狗屁不通 哈 就这还敢跟陆锦薇比 傻子就是傻子 不知廉耻就是 这画的是什么呀 啊 真是惨不容易 爸 若是遇不入遇数了 我被递家送几位当中就算了 大老儿 我 谁输 谁赢 这件很明显了吧 我不负 我不负 这 这不公平 我才是天眼第一名 明明是我赢了 你们不公平 你们一群骗子我打死你们 打死你们 你还好意思说你赢了 你也不好好看看你自己画的是什么 就这傻子还真以为自己比京城第一小姐画的还好 朕宣布 这次比试 省力者是 路锦 等等 这画的是朕 竟是用烧出灰的碳笔画质而成 朕竟从未见过这般栩栩如生的画作 真是巧夺天工 巧夺天工呀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这陆一云 我是天下第一 我画的最好 唉 陆一云虽然吃傻 可他这画的确比陆今威更胜一筹啊 皇上真知灼见 下诚佩服 陆一云的确画的唯妙唯消 陈甚至从这画作中看出几次皇上的荣誉 陆一云的画迹的确颇有一番天赋 只可惜她是个傻子 这个女人和医术很会画画 她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她身上到底还有什么命名 最宣布 这次比赐胜利者 胜利者是陆一云 这怎么可能 学狗叫学狗叫妹妹学狗叫 好像小狗那样趴着叫哦 陆一云 欺人太甚 你不就侥幸赢了警卫一次吗 还真当自己是个才女了 让自己亲妹妹趴在地上学狗叫 真是自私自利 残忍至极 哎 你 你们言人无信 你们都傻的 群骗子 骗子都是万人打死 喂 凤子 别没完没了 可以了够了 够死头了 够死头了 够死头 够死头了 打打打打 姐姐姐 别接着 这可叫陈王姐姐 你让 够了别闹了 干什么你 院主就要服输 输话不算话 明天变成猪 啊 所以 你说 他输了 是不是要学狗叫 你们都是陆家的姑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此显示 只会让外人看着笑话 等让人入前要人 算了吧 我我才不要 这一次你要是输了 四哥 陆云云定是九星赢的警辈 警辈 警辉那京城第一参与 输给他 真是败了名气 三局两上 我信警辈一定轻松赢下两局 我就不信这个陆云云 还能在意 这件事都算了吧 陆云云人来疯 怕是有很闹 更何况 他现在是上了黄家玉德的王辈 我才不 我就要不 这一次你要是输了 就给我跪在地下拖我起大法 他要学狗叫 一个都不能少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那没自到后悔 咱们就比作诗 都是姐姐输了 给我磕头道歉 还要把你的王妃之位让给我 好啊 是不是谁呀 哈哈我没听错吧 这次陆云云输定了 连皇上都说陆锦威的诗写的好 傻子会写什么诗 那前面作画 侥幸赢了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哼 等着看看笑话吧 还请陛下出题 这冬日唯有梅花香 就以梅为提报 皇上出题了 永梅 这可是陆二小姐的法宝呀 这个傻子输定了 是啊 这次读吻了 他肯定要输 要是这傻子 赢了怎么办 不可能 要是他赢了 我去围这皇宫 我奔一圈 咱也一样 有了 梅花开满枝 香小清风来 为爱清风好 何妨折一堆 嗯 不错 那京城第一猜女 倒不是浪得虚名啊 好一句香苦小风来 甜静悠扬 不愧是京城第一猜女 好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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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这个玩意儿教师 好试 好试 何妨折一堆 我还差点平呢 你还折一堆 嘿嘿嘿嘿 提醒做事本就不易 能偶的一二家具也是家族 你要是不懂就不要乱说 哟 真厉害 真厉害 好试 好试 要是咱进城第一美才女啊 是这个水平 那是真没文化呀 那这么看来姐姐有更好的词了 嗯 那锦威洗耳恭听 这次陆语云输定了 连皇上都说陆锦威的诗写得好 哼 傻子会写什么诗 他前面作画脚性赢了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哼 等着看看笑话吧 姐姐怎么还不开口啊 莫非还没想好 姐姐要是现在认输 还不至于那么丢人 谁说我要认输了 早就想好了 小学生必备五十八十手 就足以秒杀你们这群没文化的吧 哼哼 都给我听好了 墙角树枝梅 林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雪 唯有暗香来 好 好诗啊 好诗啊 每一句细细琢磨 都有意欲 让人回味悠长 实在是妙哉 妙哉 哈哈哈 完了 完了 这个傻子会作诗 而且这是精妙觉罗 陆二小姐要输了 二位大人 刚才你们说输了要什么奔 陆一云竟然会作诗 而且居然做得比不成为要好 他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不可能 你从小就没有读过书 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事 绝对是抄袭 我 我才没有抄了 你说八道 我误会的可多了呢 那你怎么证明 你能抄一手 就能抄白手 父皇 整个精神都知道陆一云不学无术 愚蠢之气 这其中定有原因 陆一云 这次诗作的虽好 可无法证明是自己即兴创作 而陆金威 这短短时间也得了加剧 此局会平局 不公平 不公平 我不服 对不公平 岑也不服 老张 你怎么回事 能帮个傻子说话 就是你 你发什么 我没疯 我只是想赞扬赞扬 二位大人的收场 对 无耻 姐姐难道是在质疑皇上 这一局是因为你作弊 才是平局 妹妹虽然受了委屈 但也无条件服从皇上的命 难道说 你觉得下一局不能作弊了 才如此不服 陆一云 你虽吃傻 但朕我会欣赏你的才华 若真如陆军威所说 那也没有必要 浪费这样的时间了 也 好吧好吧 我也没有说 我一定会输嘛 但是 这第三局比赛 得我来说 比什么 我来说 允了 你想比什么 比乐器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诗书里乐 是世家才女才会 陆一云 一个乡野村夫 会什么乐器 真是笑死人了 哈哈哈哈 第一局靠画画 才出奇之胜 第二局比诗 靠抄袭才搬个平局 现在居然想靠乐器来翻身 谁不知道 京城第一才女陆景威 最拿手的就是乐器 这一局陆景威赢定了 二位大人如此赌定 要不要再打个赌 行 你想用什么乐器 等等 我来用这个 这是何物啊 这不是之前路影云在上马车里的 米边莫非是什么乐器 和什么乐器和什么 这是我做的小提琴 之前我可是在国际小提琴 比赛事上都过不久呢 前几天手也能做出来打发时间 想到还能拍成这样的一场 我的琵琶 是妙手大师苏先生的风扇之作 姐姐就算不懂乐器 也不至于拿着自己做的垃圾 在这丢人现眼的 好啊 还是那句话 行不行 是就对asta 没有什么 极微现丑了 是的 不是对 不是对 鱼音要凉 三日不节鱼耳啊 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 果真名不虚传 各位谬赞了 姐姐 如果比不过的话 还是先认输吧 免得丢人 哈哈哈 就是我们警卫可是师叔大将 又用的铭警 陆云你怎么可能会 各位 把你们的耳朵给我洗洗干净了 把猫听着 我们马上ropy salvarV 没有人的 就说再说 没错 还记得你 您 cases有当然流亡 你带人是不是欣赏不了外国的 人家 我的曲子 这曲子我算从未听过 但却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曲种月娜的情谊 陆怡云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棒的 好 好曲子好演奏啊哈哈哈哈 朕从未听过如此独特 又直击人心的音乐 正宣布这一局 鹿怡云获胜 好在这个皇帝还有音乐建设 谢谢陛下 这绝不可能 妹妹呀妹妹 现在是不是应该给大家表演一下 你是如何学短教 这样驮着骑大马的呀 啊妹妹 你这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现在好像一个陆无肥 放开我 陆肥不陆肥放开我 姐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救命啊 冰王殿下 冲王殿下 你还不是 如雨云 你傻子就瘋了 别动 再过来我就干了他 如雨云 放开 你不是在干什么 如雨云 当着付款的面伤害你的亲妹妹 你要找死吗 哎呀我才没有要欺负他呢 我喜欢你来吧 人就是一个露肥猪 肥猪 放开 你干什么 你们算数话不算话 因为四哥最是疼的 若是你身体不是晕过去了 陆雨云 你绝对没有泡沫 你把体游动成什么样子 陆雨云你别罢了 明明是他先说话不算话的 都几回了 他刚才都那样了 我头好晕啊 前卫 前卫 四哥 前卫晕倒了四哥 喂 四哥 四位 快叫他晕 糟了 之前的毒还没有消除 现在机动又复发了 死我林 醒醒 醒醒 网上 林王爷他身上的毒再次复发 怕是没救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放手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捣乱 要是因为你我四哥他也不会 网上 林王爷他 老四怎么了 林王爷他醒了 我 我这是怎么了 老四 刚才太医说你身上鱼毒未清 我还因为你不行了呢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像就没事了 要不是因为陆影我四哥能醒的更快 哎 你怎么不说是因为陆景威呀 要不是他 四华林压根不会因为情绪 激动而毒发呢 什么都因为我呗 什么都因为我呗 我这黑瓜被他真冤烟我 成王殿下不要怪姐姐 姐姐不过是个傻子 又怎么会知道中将好胜 会害死林哥哥呢 陆景威你不要 好了 这让乙元嫁给老四通喜 老四马上就起子归生 这次乙元一靠近老四 老四立马就没事了 这说明乙元是老四的复兴啊 老是你陆景威一靠近朕的儿子 他马上就晕过去了 这说明你就是老四的克星 皇上 这与陈女无关啊 父皇 儿身是中毒 和什么三星复兴根本没有关系 这管不了那么多 战臣知道你和乙元在一起 你的身子便无恙 既然你现在身上余毒未清 那 申就命你 晚上和乙元住在一起 不许奔开 什么 父皇 这样不妥 何不妥 陆语云嫁到王府 真是冲喜 并未败唐 说起来都受不上福气 怎么能睡在一起 这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那就以正式迎娶皇妃的规格 和乙元败唐成亲 成为正式的父亲 林哥哥 警卫 警卫这是怎么了 太医 太医快救救他 喂喂 我看看我看看 呦 这回是真晕了 比诸套像多了 陆语云 你别胡乱背反警卫 父皇 儿臣与警卫青梅竹马 警卫七天前又做过儿臣的命 儿臣实在不能弃他于不顾啊 那天立他为侧妃 也算合了你二人的情谊 陆语一绝 陆语云 您这几日 切先回陆府 代驾吧 是 皇妃娘娘 等等 公公有何事 娘娘 皇上吃的胜质还没拿呢 多谢公公 娘 陆语云 你早见了 居然要跟我一起敬礼王府 他找什么东西啊 这毕竟是皇上的口 不过也没有上主 说他陆语云就是王府 说他自寝为妾 想来皇上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他娘的命 毕竟在咱们手里 有事啊 早见人出息了 都喝上大红袍了 给我跪下 什么事啊 大胆 我是王妃 给我按住他 干 干嘛呀 王妃 你这个样子 这凌王能洗脚臂都不配 我不配 他配 我劝你还是自取福气 王位上给薇薇 不然你娘 如同这个杯子一样 你 你们 你们要对我娘做什么 后能要做什么 取决于你 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就会没事 我 我可是皇上新典的王妃 这位置要让给了他 你们就不怕皇上知道了会生气 皇上说几千千万可吓人了 皇上只是随口一说 也没有甚至 也算不得我依靠王妃 更何况 这也是你自己答应的 我 陆雨云 我答应你 你答应 不答应 别你答应 我答应你们 求求你们拜我我娘 我答应 很好 谁让你乖乖听话 你娘就不会有事的 我要见娘 谁知道你们这句话 是不是骗我的 陆雨云 你别以为我给你那好脸色 你就蹬鼻子上脸了 我儿是见不到娘 我就去跟皇上告状 让皇上把你们都打死 害你 娘 嫁给王妃 不是王妃 留着她娘也没用 倒不如 我们先安抚住她 免得到时候闹到皇上跟前 节外生一生 那就按你说的做 去把人压来 是 娘娘娘娘你没事吧 娘没事 我的云儿受苦了 行了行了 你都别忘了答应我 你若是跟前什么心思 那怎么来的 我就可以怎么把她送 你的嫁妆 我会好好准备 到时候 你就等着从薇薇一起出嫁吧 我不会再闹了 我保证 不会闹了 走吧 我苦命的傻丫头 你怎么会和陆景 一起出嫁 娘 我自有分寸 只是现在 您不能再待在陆府了 我得到了胜持 要成为凌王妃 这些都是凌王给我的 你拿出去 安顿好 事情解决了 我再去看您好吗 傻丫头 你不傻 咱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以后再给您解释 可是娘还是担心 娘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你留在这 反而会让那对母女票拿你我的 送你出去好不好 好 娘不托你后腿 你也要答应娘 要平平安安的 走吧 总算是把娘送走了 虽然走狗洞狼狈了些 但总算安全 这只恶徒的魔女又在这几里瓜 来说什么呢 不行 我得听听 娘 那我和陆云云同时出嫁 本来我们的花香就大 难道还真的给这个剑被准备嫁妆 傻丫头 陛下派你爹去青州巡查 现在图底是为娘说了算 娘怎么可能会因为陆云的小剑人 委屈你 她既然为妾 她嫁妆准备十二台 准备点柳区棉被 透过麻衣 透过去 那要是黄云之分道次呢 她陆云不要脸 咱们上书不爱要脸的 那我们就对外说她吃啥 怕她忘了 所以准备的是脾气 保气之类的 还一个傻子 怕了一种这些 好 就这么办 蠢 谁说我没有什么知道 先是拿我娘威胁我 再是算计我的嫁妆 等着瞧吧 大婚之日 定要有好看 王爷 这王妃娘娘跟澈妃娘娘 同时嫁过来 就骗你 看来 既然洛义云是父皇 亲定了王妃 就算我跟警卫 亲为竹马 那也得按照规则来 是 林王爷到 林哥哥 警卫 七年前 自打你教我 就请那时起 我遍地是要娶你为妻 今日 我来娶你了 林哥哥 贝贝终于等到今天了 姐姐为了成全我们 自请为妻 林哥哥 我要成为你的妻子了 你高不高兴 真的 这个嫂子还有点辞职是什么 知道把王妃的位子让你进来 哎呀 慢着 我可没有说过几句话呀 别忘了你娘 多谢小娘提醒 不过小娘不必操心了 陆雨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陆雨 能配得上我哥的 只有几位这样的大家闺秀 你算了什么东西 能进林王府 你就谢天谢地吧 还真想当王妃不成 我也不想呀 可是皇上赐婚让我当王妃 我不能抗旨不尊吗 这是要掉脑袋的 姐姐 那只是皇上的口语 只要你自愿把王妃之位还给我 那又怎么能算抗旨不尊呢 谁说 我没有圣旨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那你们自己看看是不是伪造的吧 陆家长女陆雨云 天性纯良 卓奉为林王妃 这 这事里是真的 你这个小金人 你还敢骗我 为何姐姐总要跟我抢 林哥哥 难道我注定不能成为你的妻子了吗 金威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妻子 这迎亲之礼 自然也是为你准备的 事与陆雨云 既然要在同一日拜堂成亲 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分成两份 陆雨云 你便和这公斤拜堂吗 死华人竟然如此折住我 竟然如此 那我也不客气了 好啊 我最喜欢小动物了 这大夫妻可真可爱 你真是个傻子 你要干什么 拜堂成亲啊 这有了鸡也得有狗啊 咱凑不起一个猪狗不如 也得凑个鸡犬不宁吧 走了 成亲了 去林王府了 还认了干什么 还不告诉你追 非要让他在大型广东家丢人才行吗 是 金威 你线上花轿 我得跟过去看看 避免陆雨云这个傻子 在街上发封 林哥哥 陆雨云这个小贱 你给我等着 林哥哥 听说陆家的两位小姐 都嫁给林王爷了 这些嫁妆便是两位小姐 不会吧 陆家的大小姐不是个傻子吗 居然能嫁给林王 你怕不是搞错了 哎呀快唱 陆家的傻小姐出来了 这么多人啊 牵着狗抱着鸡的 这是怎么了 大家早上好啊 今儿个呀 是我陆雨云的成亲居日 这大公鸡就是我的夫君 丝华林 陆雨云 给我周考 大家伙 想不想看看我的嫁妆呀 小娘说给我准备了好多些呢 哇 这被子好厚啊 这个棉絮啊 看起来就很多嘛 哎 这 这做衣服的料子也太好了吧 这比我在装子上的那些 要好的好的多呢 这被子不就是柳絮吗 看着厚实 其实还不如一块破布 这料子做衣服 给狗狗都不穿 我怕是陆府的下人 穿的都比这个好 这陆家大小姐的嫁妆就这东西 那是妹妹的 不要看看 这怎么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这么多了 我的妈呀 看来这陆府呀 不是穷 而是陆家大小姐 不受待见 你看着陆二小姐 虽然是个侧妃 但是 她们嫁妆 足够有64台 全都是好东西 这陆尚书 果真如传闻中 宠妾灭妻 看来 这凌王也是一样啊 对陆景威 一个侧史 居然以正气自理以待 陆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就是看看也不行吗 王爷 皇上最终 敌术规矩 这一话说的传着 皇上耳朵里 皇上怕是会动动 怕是到时候会对您有影响 为止知道 王爷能重情重义 一直惦记着车费娘娘对您的救命之恩 可也得按照规矩理你来 王知道了 陆云 上轿吧 哪有王妃走陆区王府的道理 可你不是说 你是来接陆景威的吗 可按我和大公鸡成亲 现在看来 我更是喜欢那个大公鸡呢 而且 而且真心也是给陆景威的 是本王错了 本王向你赔了一道歉 这些聘礼 自然也都是给你的 好 大家伙可都看到了 你说话算话 可不许传来 自然 上轿吧 无论及时就不好了 好呀 对了 小娘 那那些都是 自然那六十四台的 才是王妃娘娘临的 娘 我不答应 她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是亲 你是妾 我是大的 你是小的 对吧 王爷 你说的没错 很好 既然妹妹是侧妃 毕竟这窃就是窃 窃室可是不能走正门的 待会上了教室 若是弄错了 让一个窃室 从正门进 那不就坏了规矩吗 妹妹 我先走了 拜拜 一拜 二拜 三拜 礼成 陆以云既然吃傻 也不合适去招待各家女兵 别有警卫代劳 妹妹作为王府的女主人 定会招待好各位贵宾的 慢着 陆以云 你又要做什么 我又不是傻的 这都是妾室 给正气敬茶的 这妹妹 你妹妹一点眼睛都没有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还不快点就给我敬茶 陆以云 不要得算进尺了 林哥哥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虽然薇薇受到了委屈 但也不想林哥哥不高兴 姐姐既然让我敬茶 我敬茶就是了 想必姐姐也不会为难薇薇 好 我去你了 准备滚烫的茶水 姐姐喝茶 姐姐喝茶 这也没有减肥 到这次我还不安喝 姐姐喝茶 你干什么呀 这么多人 你都是让我心里时间太长 大家都会觉得你在亲 你让我进城 你就得吃着 喝 我让你喝 你喝 你你疯了 敢来这门热的茶破几威 可是这茶明明是他敬我的 刚才他还让我喝这茶嘞 是啊 刚才测飞还催王妃喝下呢 这帮热的茶 我真的喝了 沙头都会烫坏了 是啊是啊 对 这给你像精神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来人 还不愧叫大夫 先把王妃和测飞送回房间 我 我自己走 今日之事实属意外 本来给各位陪个不是 来 喝酒 喝喝喝喝喝 该死的陆语运 烫死我了 小姐 您是测飞 您日一早还要去请安的 沐云身边的那个金妈妈 不是咱们的人吗 咱们不如 好 就这么做 大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起床了 二小姐来请安了 快 起来 不是她有病吧 天还没亮呢 这是人家二小姐懂规矩呢 你呀得起来接受警察才行 我不要 我不要去 你让她走 我烦死了 是 老奴这就让二小姐离开 哎呀 睡得真舒服 嬷嬷嬷嬷嬷嬷我要喝水 来了来了 来大小姐喝水 什么时辰的嬷嬷嬷 你给我过来 干嘛 警卫说你给的糕点兔血布之后昏迷 连太医都查不出问题 陆怡云 你这个毒妇 连自己的妹妹都吓死狠手 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警卫解毒 否则把你层皮 什么糕点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问嬷嬷 我不知道 大小姐 您忘了 早上二小姐来给您请安的时候 您说不见 就用老奴赏了糕点给二小姐才离开的 警卫说你给的糕点 别的什么都没吃 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 父皇还夸你天性纯真 我看你恶毒的很 死狂令我真没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少废话 跟我走 我没有 疼 陆怡云 若是你能解开警卫的毒 这次我便看在父皇的面子上既往不救 但若是你再给我耍什么上不得抬面的心思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静香 你是不是搞错了 陆怡云他就是个傻子 他能会什么医术 陈南太医院院守 陈都解不着的毒 他会有办法解吗 之前本王中毒 就是他将我医治性的 如今警卫昏迷不行 也只能让他试试了 我不要 我又没下毒 我凭什么救他呀 不救是吧 你娘现在就住在城北的没房子 四华林 你哪有我娘未接我 警卫于我有救命之恩 我不可能看着他造命之处事 若是你能救起他 我可以保你娘的平安 但若是警卫出了什么事 老婆 我救 正大象你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怕是穿拼了这两丢女女 想陷害我 很简单 妹妹这毒 凝结于血 只要给他放碗血 一碗不够啊 就两碗 把这毒血放出来 人自然就行了 胡闹 放那么多血 人都死透了 是啊王爷 这毒本就是大小姐下的 如今怎么又要放二小姐的血呢 她一个心思歹毒的傻子 肯定是想要了二小姐的命啊 是啊王爷 这法子要是管用 陈立刻辞于太医院院首一指 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傻子啊 我也不可能放血 这太危险了 不放血呢 也不是不行 银针给我 妹妹 有种救人的法子 叫以毒攻毒 姐姐我拿这根银针 把你的眼睛戳瞎了 你痛啊 自然就行了啊 这不是没事吗 警卫 你没事 可能是刚刚我把毒血都吐出来 就醒了 林哥哥 都怪我 我太相信姐姐了 本该先让人合查一些糕点 然后再吃了 你来的时候 这早上天还没亮 鸡都没起 厨房还没开始动火呢 我这个 只有名头的王妃 又怎么会随时背着糕点 伤你啊 那是姐姐房里的事 妹妹怎么会知道 王爷 老奴守夜的时候 就看见大小姐 鬼鬼祟祟的起身 现在想来 应该就是去下毒了 老奴虽然是大小姐的嬷嬷 但是也不能看着她害人性命啊 还请王爷严惩 陆雨云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没有 陆雨云 你又在搞什么话说 陆雨云 王爷 大小姐本就吃傻 她肯定就是 在给二小姐下毒的时候 自己误使了毒药 那这不就更能说明 毒是大小姐下的了吗 林哥哥 警卫 你好远休息 陆雨云毕竟是 父王亲定的王妃 事情查清楚之前 她还不能出事 阿姨 把我跟上来 是是 林哥哥 这该死的小贱 死到临头了 还敢让我林哥哥保住 不过她也得益不了多久 这个毒药 可是我帮大家捡起来 陆雨云这个傻子 这次必死无疑 你做的不错 能为二小姐做事 是老门的荣幸 好 我等着你传来 她暴毙的好消息 大小姐身子并无大 那她为何还没醒 还吐血了 之前你不是说 她懂医术吗 可能大小姐 故意刺激了自己的血 我也吐的血 至于目的吗 陆雨云 你还把本王 当傻子耍是吧 来人 宝王妃锁在林子锁上 任何人不得送 食物和水进来 阿姨 属下在 今日警卫被下毒指示 本王怎么想都不得进 你去查清楚 要快 是 来人 死华林 这个没良心的 状怒了都不管我 不行 状怒太深 针灸只能掩换 我必须想办法出去培药再行 来掌柜给您 这位夫人 你要的药全在这里 只是这个白灵芝啊 太过昂贵 我们这里没有 劳烦掌柜 你知道哪有吗 这白灵芝是主药 是万万不可缺的 哎 巧了 今日地井拍卖场 有一场拍卖会 听说 就有白灵芝 这个地井拍卖的东西 太贵 您呢 再多准备点钱 多谢掌柜 要是刚才挡簪子的钱 还不够的话 我就只能拿这个来抵押了 等我这话 定来去 毕竟小命要紧 对不住了小哥哥 这应该就是地井拍卖场 滚滚滚 你的小叫花子 滚一边去 别脏了我们地井名贵的地板 要是弄脏了 我让你舔干净 你瞧不起谁呢 你不就是个拍卖场吗 走就不能进到偏紧 瞧你这球酸样 你有钱吗 进去都担心你身上的球酸味 寻到我们的贵客 赶紧滚 喂 球酸鬼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管论说 这可是全京城最大的地井拍卖行 里边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贵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连给地井里的客人提鞋都不够资格 滚滚滚 再冒事就把你挠出去 你不过就是个守卫 你这么对待客人 我 我投诉你 客人 就算你想把你自己卖进去 咱们拍卖场 也不要这么便宜的货色 我告诉你 我可是身上亲自伺负的林王妃 你是个什么东西 在本王妃面前和我出谎言 我呸 你还不敢给我照他 你是 鲁鲁云 路上书家的那个傻子 哎 哈哈笑死我了 怎么还有人自己愿意当傻子 咻咻咻咻 是小的不好 通众了王妃娘娘 还请王妃娘娘大人大量 咋的小事 他还不敢给我照他 陪着你玩玩而已 你还真把自己当林王妃了 别不杀光叫照着你自己 就你这样子 怕是 要恶心呢 我们林王妃三天三夜去喝酒 赶紧滚 拍卖会快开始了 你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李板师 这里有人闹事 属下这就把人赶走 你 你是 就是他 他非说自己是林王妃 还要闯进来呢 您说是不是很可笑 王妃娘娘 是小的管教不严 您大人有大的 不要跟这个狗东西一般戏球 哟 你们这拍卖会好大的威风呀 连一个小次都三番五次推仓本王妃 还要人说要打死我呢 谁 他是王妃 不可能 李板师 您是不是看错了 他这穷三 他叫花子怎么可能是王妃 你还敢口出狂言 快跪下给王妃娘娘磕头 陪你道歉 他真的是王妃 不 我不相信 往手去 我们地警是留不下你这个眼瞎的玩意了 赶紧收拾你的东西 滚蛋 王妃娘娘死罪 我们拍卖行 似乎跟这个人再无关系 哎 罢了罢了罢了 今日我也是有要事在生 带我进去吧 是是是 王妃娘 您不能这样 干什么呀你 我少人往下 我少 要是地警不要我 那我们一家都没活路了 你看看 把这家伙给我拖下去 这些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滚 陆运云 你不管就是个傻子而已 你以为你干净给我 哎王妃娘娘 我们这个拍卖场有个规矩 就是用场要先交押金 不值得王妃娘娘 哎有的有的 你看 我拿这个笔押可以吗 这 什么 这您把眼睛的拿着就是 李管事你就说这个能够紧拿吧 自然可以了 市场仅有这一块暖玉啊 加着三万两多的衣服 那小德就先替您保管啊 不信 不过钱呢 陆语云 你怎么会来这儿 哎 真是出门啊 没看皇帝 买个东西 怎么干这么贵气的事 你怎么有钱买拍卖会的东西 拍卖会有规矩 若是拍了拿不出钱来 可是有大麻烦 赶紧回去 我有钱 就不劳凌王殿下费心啦 各位贵宾 绝加上的拍到就专到 赶紧下拍吧 两千两 两千两 两千五百两 三千两 六 姐姐不会是来看热门 这什么都不拍 丢的可是牛王府的 买 买 录影约 下面这件拍品是白凌芝 起拍价一千两 每次交价不能低于五百两 一千两 闭嘴 你三千什么了 一千五百两 一千五百两 小了 妹妹也想要 两千两 两千五百两 三千两 这白凌芝超过三千两 就亏了 不能再买了 三千五百两 你 你用不动一说 你三千什么了 你搞白我 我 我要吃白凌芝有用 我喜欢我 你乱用 你快点吃 行吗 你这些不错 我告诉你 四千 四千两 四千五百两 五千两 疯了 你千早都给我白两 都把你治了 你可我问到 六千两 七千 你是疯了吗这是 这白凌芝怎么可能 值这么多钱 八千两 一万 一万两 你全叫 姐姐好大的口气 既然姐姐想叫 那不就让你 可是不知道 姐姐你有没有钱给你 果然是个傻子 花一万两 买只值两千两银子的 白凌芝 有没有这么多钱还不知道 地景的东家 可是全是滔天 这傻女人若是抛出来钱 下场可就微妙了 减款 我现在就要 好的王妃 您是第一次来 咱们地景买东西 所以可以获得一件赠品 您挑选一下来人 这些我都不太喜欢 呃 我 我能要那个桌角的垫桌石吗 姐姐又犯疯病了 好不容易有赠品 一点损失 怎么还看上那不值钱的团印 哎妹妹 那个是碧玉啊 我没听错吧 碧玉 就算定天有钱 也不可能用碧玉做垫脚石 傻子就是傻子 咱们要跟他想的一样 不都成傻 王妃 这东西确实不值钱 要不然您换一碗 那个能给我吗 能给的话 麻烦你再给我拿一把搓刀 今儿个呀 我让大家开开眼 好的 小的这就是拿 大伙儿 今儿个我就让你们开开眼 哈 那大伙儿也来看看 看看我这个傻子姐姐 是怎么把 电桌石也是碧玉的 嗯 这个品质没亏 行吗 这是真的碧玉 不然是极品碧玉 少说能值三万两银子 这不如一银走的是什么狗屎院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我给你讲讲 我们还买好 想用一万五千两白银 回购这些极品碧玉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啊 可以啊 比起这碧玉 钱不能收给你怕什么 可以 请不让他白拿你东西还转进 你绝对不会放 那您现在可是有此够的银俩 赎回这件底下的配了 这 这是 啊 你 啊 啊 啊 哎 各位政府啊啊啊啊 哎呦我天啊 哎 公子啊 公子想想 姑娘啊 叫我一只 我吃了我 都很游客 等我员好 定来娶你 不应该是架救了我心意的警卫手里 该死 这玉佩在接他呢 嗯 要是回 那小的再给您五千两银子 这个白灵芝和玉佩都给您了 陆以云 你这玉佩哪来的 我捡的 什么你捡的 明明是你偷我的 陆锦卫 好大的脸啊你 你一句话说 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了 那天上的月亮都是你的了呗 林哥哥 你看他 好了 先坐下 你要的那个瞻子一会儿给你拍下 好吧 都听林哥哥的 那我先走一下 林哥哥 你等着薇薇啊 好 原来陆云就是七年前就是林哥哥的 他拍灵芝是为了解读 那他必然留不得 既然独独不死他 那就只要 既然派人杀了他 务必确认他断气 是 王爷 之前中毒的事 您查清楚了 是金龙的做的 王妃娘娘并未起 也未成买个毒药 给王妃娘娘想吃人吃上药物 也是金龙的 我知道了 本王七年前预测的事情再去查 还有 仔细查查 那日入景位和陆云分别在哪 做的什么事情 福祉 啊 这要是真苦啊 哎 太毒箭了 金某某去哪了 之前下毒是金某某所为 本王已经处置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 是本王不对 本王对你别的不是 只是这要 又是什么 哎 人家中了毒 你又不管 我只能自己解毒啊 对 对不住啊 我 哎 阿姨 我也小心 快走开 快 ς 快 啊 快快よ 快 哦 我好疼啊 我是不是要死了 死吧你 别乱说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 难道救我的人 真的是鲁鱼鱼吗 阿姨去请大夫 别找伤势的那个太医 是 陆以云身上的胎记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艾小姐去 林哥哥 你在吗 我听说姐姐受伤了 进来吧 林哥哥 听说昨天府里进的刺客 可真是吓人呢 你看我的手一直在抖 还要我的心一直砰砰跳呢 对不起阿姨我爱 等等 你这个太急 怎么了 林哥哥 没事 锦温也有这个太急 陆以云又说她的预配是简单 看来救我的人的确是锦温没错 更身卢重 叶力凉 我送你回去休息 嗯 林哥哥 自从成亲以来 我们一直没有圆房 如今啊 改日吧 今日还有公务有吗 好 微微听话 不过 到时候 你可要好好补偿我 好 王爷 王妃娘娘发烧了 我去看看 我 我 你这个活的 是说真没这么吃的 王爷 那我留着以后 我以后会拒我 原来 让我看我在里面 王妇被人欺负 是种子 真是什么事 这话 不是我七年前 和救我的那个姑娘说的吗 这话我从未和其他人说过 就算之前问几位 她也说不上来 只说是忘了 宇云 就是你 我来说 既然承诺过你 我就会好好照顾你的 之前是我认错了人 以后我加倍补偿 我估论你 感谢观看 总算是不烫了 总算是不烫了 你 你怎么睡在我这 哎 哎醒醒 能不成 他照顾了我姨爷 我 看在你照顾我的份上 那我就让你在这里 睡一次吧 你醒了 可好些了 我没事了 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呢 no 满血复活 那好 我问你 你七年前 可没有救过一个小男孩 他不会知道我救人 还四点终身的事了吧 不行 我不能承认 没有啊 我才没有救过什么人呢 我哪能救人啊 王爷 属下为您准备了夜窝粥 您垫垫肚子吧 以允许是因为之前的事 生我的气了 来日方长 我只要真心对他好 他总会感受到的 进来吧 王妃娘娘醒了 王爷可是守护了您一个晚上 不放心别人照顾了 多嘴 出去吧 王爷 还有事 再有几日就是万寿节了 皇上的生辰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下面铺子的管家 已经准备好了礼物 按理说 这事应该咱们王府的主母来定夺 可是 王妃娘娘她 我 好啊 我最喜欢挑礼物了 四华林 你让我挑好不好 这可是件大事 万里选得不合适 我好像怪罪一下 我不要我不要 你求求你让我去吗 你要是不让我去 不让我去 罢了罢了 左右管家已经挑过一遍了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你想去就去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小傻瓜 知道我好就行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七七怪怪 王鼠阳给几百年 肯定没安好心 嗯 谁没安好心 你这才是不实口人心 不实的管事 听说王妃娘娘病了 特意准备了礼物 真搞得王管事在外面候着 王妃人 你要见到 就要她的猪宝 等我 见过王爷 见过王妃娘 起来吧 哇 这都是给我的礼物嘛 王妃质自贴天性 若是去了你铺子里 万不可怠慢 若是让我知道 有谁欺负王妃 属下不敢 还有 这个令牌给你 这是什么 这不是金子 又不知王妃 老妃娘娘 这可是王妃的天生令牌 见紫牌 你们见王妃本人 别任何金珠宝都珍贵呢 您拿着这个牌子 到王妃名下所有产业 不管是吃喝 还是拿什么东西 都不会有人和您要钱的 若是去了旁人的脖子 也可以直接记载 咱们王妃的账号 也就是说 有了这令牌 过一过就不受饭吃啊 那当然 不管到了哪里 只要您拿着这个牌子 都会被奉为庄上名的 那我要 慢着 我现在改主意了 不行 你可是王爷 你说话就说话 你不能出来 不过是你嫌他没有用的 没有 我喜欢的很 我很满意的 下午我就去铺子里 好好挑挑万寿节的礼物喽 是 暑假 这就安排人去准备 这次皇上的万寿节 得好好准备 王爷 重视的很 暑假定当尽心结力 说是得到皇上的赞赏 想求什么事 易如反掌 下午 王妃娘娘就要去挑礼物了 你得提前准备好 万寿节吗 这回我一定不会让陆宇 那个傻子 抢了我的风头 我要一鸣惊人 获得皇上的青睐 多会属于我的王妃之位 哇 好大的铺子 快点玩玩 这不是陆上书家 出了名的人陆以云吗 瞧瞧你这 疯疯癫癫的样子 竟敢踏着我们珍宝阁 还不赶紧给我走出去 你 好大的胆子 我告诉你们 四花里可说了 我现在是林王妃 是你们的主子 你听见了吗 她说她是王妃 可真不要脸 王妃 主子 全京城 谁不知道你陆以云 只是一个上了御蝶的陪葬品 真当自己是我们主子了 你配吗 别在这儿挨眼 碰坏了东西 你个人陪不起 就是 谁不知道 王妃跟陆宝小姐 狼情惬意 你这个陪葬品 只不过这个笑话 听到了吗 还不快滚 别葬了我们的地方 再动我家顺水 心不动 咱俩人家 姐姐 这珍宝阁可是王妃的产品 里面的东西都是价值连城 我劝你 还是别在这儿丢人献我 看我没有 这个小哥 我姐姐虽然有王妃的名图 可也只是摆设吧 而且她脑子不好使 到时候发起风来 弄坏了里面的东西 你们也不好交代 还是多找些人来 赶紧从这儿把她赶走 侧妃娘娘说得对 陆亦云 你再也不懂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你个坏蛋 差点把我妹妹都推摔倒了 没事吧 我打死我 打死我 打死我 你这个人居然敢打我 姐姐你别这样 我们陆家跟林王府的脸 都让你丢进来 将冠家 给我出来 我告诉你 一会儿要告你们掌柜的状 把她打死你们两个 打死我我好害怕 谁会听一个人的话 简直是白日做梦 没错 我们的主子是王妮 可不是你这个傻子 姐姐 你莫要再发疯了 我劝你赶紧给这两位小哥道歉 免得给我惹麻烦 我才不要呢 赶紧让我出来 给我出来 再不出来把你们垫砸了出来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珍宝阁闹事 是我又怎么样 你们的伙计欺负人呢 把我妹妹差点摔倒了 掌柜不好意思 我姐姐她脑子不正常 而且没钱 本就不应该怕足智珍宝阁 我这就把她赶走 你们太过分了 我是黎王妃 侧妃娘娘真是善良大人 便是看在你的份上 我们这些下人 哪个敢不给你连面 黎王妃 这个位置本该是陆二小姐的 她不仅是金城第一大美人 而且还是大名平平的柴女 你 什么东西 他傻子你 而且还是装饰上长大的香巴朗 还自称了一世 你忘怀 想当我们的组织 你配吗 还真以为自己是 上了一条台面的法院 来人呢 把她给我打出去 王妃娘娘 走开 是属下没有管教好手底下的这 让王妃娘娘受敬了 王管事 虽然我和林哥哥两情相悦青梅竹马 但是毕竟是侧妃 在外面不好查见我 侧妃娘娘 您是不是搞错什么 我们的王妃娘娘在这 你们几个废物竟然敢如此对待王妃娘娘 可可是咋是大傻 乐云他是个傻子啊 五二小姐才是咱们以后真正的竹魔啊 你懂个屁 还不赶紧跪下 跟王妃娘娘呸道歉 今儿一早王爷就交代 要让好好对待王妃娘娘 你们几个小命是不全要了 林哥哥说过 最喜欢我的 你好有个死华林 还说这牌子有用 有什么用吗 现在连一个掌势的 和小思诚的起步到我头上 这牌子 这牌子我不要了 安依说了 这个牌子代表着王妃的权利 不可能 林哥的令牌仅此一块 怎么可能给你这个傻子 这牌子肯定是假 咱们是真是假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真的假的 这 这牌子的确是凌亡殿下的 呸 陆伟元 这牌子肯定是你抠来的 是啊 王爷怎么可能会把牌子给你一个傻子 这 这 你敢偷王爷的牌子 来人呢 把鲁云关上 喝下了啥 别别 这 这 你们敢 这牌子是司华林给我的 我看你们谁敢偷我 还不赶快我动手 住手 王妃娘娘 使不得 这可是王爷的贴身令牌 全府上下仅此一枚 您可不能认 若是您认 小的命可就没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林哥绝对不可能把唯一的令牌给你 更有可能认你当王妃 你肯定要认同我 你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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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妃娘娘 你还是离王妃娘娘远一点 安依 你不是应该在林哥哥身边吗 昨日王妃娘娘遭到刺杀 属下奉命 保护王妃娘娘的安全 可你原本只会保护林哥哥呀 之前我上厢 管林哥哥借人 他都没有给我 怎么会把你派给他 这是王爷的命 侧妃娘娘若是有问题 可以去问王爷 妹妹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你抢走了 我只有 只有刺瓦林给的这个牌子了 你还要跟我抢 我求求你了 妹妹 你别跟我抢了呀 妹妹 侧妃娘娘 王妃娘娘又被您刺犯了病 为了您和王妃娘娘的安全 你还是先离开的 我自己他 你 啊 请 妹妹拜拜 进这呢 王妃娘娘 外面含量 不如 您先进去坐 属下命人给你准备查点 边吃边看 如何 有大蜂子吃吗 有 王爷吩咐了 你想吃什么都给您准备 好 有大蜂子吃了 你真是个好人 王妃娘娘 还是把令牌收好 要不然 小人的性命 怕是不敢 好好好 我会是好的 你人这么好 我可不能让你想名不保了 吃蜂子去吧 多谢王妃娘娘 王妃娘娘 里边请 这不太行啊 嗯 嗯 嗯 王妃娘娘 还有别的吗 王妃娘娘 这边还有 王妃娘娘 这所有的东西 可都在这 行吧 这我也没看上呀 阿姨 这个也吃饱了 咱们回吧 管事大人 我让小姐身着气离开 王爷会不会怪罪咱们呢 串子呢 王妃现在可是王爷心肩少的人 你管他什么路测飞 A4 我不甘心 林哥他怎么能这样 肯定是那路已晕 使了什么狐媚手段 这事还是得看男人 你听娘的 《快乐吗吗吗》 分钟 林哥哥 你在吗 进来吧 微微给你送燕窝粥来了 这可是威威亲手熬的 你可都要喝掉的 放它就好 一会就喝了 林哥哥 自从威威病了之后 每天都要喝很多苦药 但是威威一想到林哥哥 就都不觉得苦了呢 林哥哥就是威威的糖 你说话就说话 别乱动 若是觉得药苦 就吃点蜜饯 林哥哥是不是不喜欢威威了 怎么会对威威如此冷漠 怎么会 只是你是高文贵女 如此行事 影响你的声誉 林哥哥还想着威威的名声 就知道林哥哥还是在乎威威的 只是威威今天受了欺负 你可得好好哄哄威威呢 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是因为姐姐 她今天可是给了我好大的难看 她拿着你的牌子 竟然从铺子里把我赶了出去 林哥哥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陆以云不是这样的人 那林哥哥是觉得我骗你了 林哥哥 你看看我的真心 你看看我又没有说谎 你是大杂归秀 别让做尽自己 你说你被陆以云欺负了 果知都去误误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哥哥 这个木头 卵玉温香宝满怀还跑了 莫菲 他真的喜欢上朗鲁云那个傻子 我绝不连选 幸好跑出来了 真是吓死了 请问怎么会突然如此轻跳 一点也没有大杂归兽的样子 真是怪的很 阿姨 今天陆以云出去到底干了什么 王爷啊 王妃娘娘今日 锦威就在吃醋 今日这样说话也是有些过分了 陆以云天性纯真 不知道该怎么生气呢 罢了 我去瞧瞧他去 王爷啊 王妃娘娘现在正往小厨房去呢 知道了 皇上最近就旧犯了 王爷可是搜楼了不少药物往宫里搜呢 是啊 皇上当王爷的时候 北上清蒸落了寒症 调了这么多年都不好 皇上又不耐烦吃苦药 为了这事儿 王爷可是掏了不少心呢 羊肉不是寒补之物吗 皇上可以多吃些羊肉啊 你不知道 皇上饮食清淡 最不爱胃重的东西 这羊肉扇得很 皇上闻都闻不了呢 韩正 羊肉 嘿嘿 有了 你在干什么 啊 救命 怎么成天里还是毛毛巾巾的 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把我发现吗 我才没有呢 四华林 我有好吃的你要不要吃 什么 你把这个给我做出来 我要同的 做出来了 我给你做好吃的 你这小脑袋瓜里 怎么成天里群是吃吃喝喝的 做了吗 就一个 行 我让人给你做一个 我这个可是有大用途的呢 什么大用途啊 不能告诉你 是个秘密 罢了 万寿杰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 当然了 我是谁呀 后日便是万寿杰了 我让阿姨跟着你 有什么事你找她 切记啊 莫瑶出了什么岔子呢 还知道了 怎么那么啰嗦 比我娘还要啰嗦 记得呀 做铜的 好 王平娘娘 您要的东西做好了 阿姨 你可以呀 你 周围可以吃好吃的 王平娘娘 真品格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万寿杰的瘦礼 哎呀不用去了 离屋就是这个锅子 那赠光瓦礼的 这多好啊 吃饭可香了 哪有用锅做礼物的 王爷要是知道了 定是不会同意 王爷 你不告诉他不就行了 阿姨 这丝花林音让你跟着我 你要是敢告证 我就下毒 让你说不出来话 是 王妃若是执意如此 怕是会捅着大老子 我还是让人多准备几件礼物 免得王妃娘娘闯了大祸 万寿杰 我可真是狠狠的期待住了 皇上要皇上就好好说我这份大礼吧 哈哈 哈哈 公主皇上 独咒延长 万寿无疆 圣体堂开 国欲昌盛 好 都坐下吧 谢皇上 今日乃万寿杰 八方来贺 容亲王贺礼 古话一副 欲如意一对 孝亲王贺礼 东海山虎一珠 夜明珠十颗 林王贺礼 南海珍珠十虎 松鹤插平一副 哎 不 不对不对 这不是我准备的呀 别闹 我没闹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准备了 我可是给皇上准备了一份大礼呢 老四 你内宅的寿物 难道真的交给陆云这个傻子不成 父皇见谅 而趁已准备好礼物 正如李丹所唱 并非王妃说的什么大礼 不 不是 才不是呢 哎哎哎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呢皇上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准备的 阿姨 快把我东西拿来 快快快快 等一下哦 黄飞娘娘在这儿 来来来来来 呢 皇上 这个呀就是我送您的礼物 这个锅可沉了 可是用极好的黄铜做成的呢 鲁影员这个是 送给父皇一口同意 我四哥也是糊涂 放一个傻子出来丢人现眼 老四还不把他拉下去 是 不不不是皇上 这我准备的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您肚子那么大都撑得起船 怎么就不愿意听我多说一句呢 真是想起得很 他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什么叫肚子大 我才不管什么宰相不宰相的 那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鲁影员 你放肆 今日是万寿姐 你拿一堆破铜烂铁来羞辱圣上 父皇 儿臣恳请教训这个鲁影员不知天高低厚的丫头 父皇 鲁影员并无大错 今日万寿宴求你网开一面 把他带下去 打二十大碗 小成大剑 你让他长长记性 或是什么场合都能有着的糊弄 别别别 皇上 这个东西是我用心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 你这个昏君不知好歹 我不给你了 呸 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呢 皇上 写着这话可跟陆家没有关系啊 姐姐本来就是傻子 什么都不懂 父皇 陆氏愚钝犯此大错 儿臣一定严加管教 但今日是父皇受宴 见血不吉利 不如儿臣大国王府再加一承见 哼 人家用心给你准备的礼物 难道就比不上那些金银财宝吗 你不是婚君是什么 我呸 哼 你说是你用心准备的 那你就说说 你又是说出个所以然来 正不但饶了你还会赏你 你要是说不出什么 最要了你的命 好 那如果是你误会了我 就算是皇上你也得给我道歉 行 朕看你这个傻子 能把这口锅说出什么话来 放开的啊 好 别闹了 快给父皇磕头道歉 求得父皇原谅 我不 阿姨快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 快去啊 是 这是羊肉 这从来不吃羊肉 你这拿上去拿上去快 姐姐 你难道不知道 皇上吃了羊肉就想吐吗 这就是你所说的用心啊 快别丢人现眼了 赶紧给皇上磕头道歉 或许皇上还能看在你是陆家女儿的面子上 饶你一命 我知道 皇上不喜欢吃羊肉 但皇上身上有寒症啊 又不爱吃药 这羊肉最温补了 对皇上身体好 做的就是这羊肉 别白费心思了啊 枕从来不吃这些兴山之物 柔一元 枕可是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没把握好 来人把他给枕抓下去 我知道你为父皇好 但父皇他不行就伤胃 我哎呀 不好 还请明天在你 你这些兴山之物 我当然知道皇上不喜欢这兴山之物 所以我用尽了办法 用着铜锅涮着羊肉卷 然后再配上我调好的料汁 味道可好吃了 皇上您不尝尝怎么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呢 这绝对不会吃羊肉的 来人把他给抓起来 哎呀皇上我都做好了 您就尝尝哪 把这个疯子给进来啊 你啊 啊大胆竟敢强迫皇上吃东西 来啊护驾 不不不不 父皇息怒 儿臣就是派人把他带下去 还请父皇看在他 救过儿臣性命的份上 饶他一命 这女人突然是毛飞 可她毕竟是一个咋子 这一个四哥好无关系 来报复啊 要奸五四哥呀 林哥哥 既然姐姐都犯了如此大嘴 不跟他说话 你就别再为他求你去吧 也得连累了你 是呀 入云强度好让吃东西 就离应该 啊不 离应当咋呀 来呀 把他压下去 妈 来呀 陆雨林 把你们羊肉 再给这车上来一点 皇上不是不吃点肉 哎 莫非陆雨林 真是会做 如果皇上把他这个做的羊肉给吃了吗 皇上 我就说了 我做的这个羊肉卷味道特别好 是不是 您等着 我呀再给你挑几个不同口味的料汁来 等着 好 来来来来 皇上这个呀可是牛油辣子酱味 您尝尝味道可好了呢 哼 皇上喜欢清淡 嗯 不错是羊肉 这道非但没有惊山怪味 反而细腻爽滑 味道香浓 连这辣 都让人胃口大开呀 陆雨林 你 果然厉害啊 哈哈哈哈 多谢父皇对雨林的诞赏 还不快些 皇上 既然你觉得我的羊肉卷好吃 那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呀 陆雨林 真的疯了 姐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让皇上给你道歉 皇上 姐姐从小在园子里长大 又吃啥蠢笨 绝对不是陆家的家教 还请皇上 处置这个大逆不道的罪子 你想让朕给你道歉啊 那不是说做错的事情就应该道歉吗 早上做错的事情也要道歉啊 而且我为了给您弄这个火锅 您瞧瞧我这小嫩手 都受了多少伤了呀 皇上 你要是不给我道歉 那这以后羊肉火锅 我就不做给你吃了 我就吃不到喽 陆雨林 你好大的胆子 谢谢皇上夸奖 你怎么就知道这是夸奖你呢 可皇上没罢我 那不就是夸我呢 你少说两句 有趣有趣 陆雨林 再向你道歉 时间呼不回你了 这皇上真的跟这个傻子道歉 别乱说话 那个是李王菲啊 啊 李王菲可真是天性存质啊 臣也觉得有亲吻 哈哈哈哈 那我就接受你的道歉吧 哎皇上 这羊肉火锅呀 他可以涮很多片叶子 还有鱼肉鱼肉 什么都可以涮呢 好 那 李王菲你就帮这里来涮菜吧 啊 皇上 您都这么大人了 还有人伺候您吃饭呀 父皇这是抬举你呢 还不快去 好吧 皇上您要吃啥 我跟你说 下面有请各府小姐现役 公主皇上万寿无疆 第一位 凌王菲测飞 鼓琴表演 请为公主皇上福寿绵长 特线一曲贺元祝寿 演了 好好好啊 我最喜欢听曲了 也不知 妹妹的琴 有没有春风楼的花魁弹得好呢 哦 你今天拿我跟一个弟子想 可他们不是都说 这春风楼花魁的琴 是全京城弹得最好的吗 嗯 妹妹难不成是怕了 不敢比吗 陆测飞难道还没准备好吗 全京准备好 嗯 嗯 嗯 行为献丑 这其实月儿唱不错也好 这儿娘娘就会进出第一台 娘娘才轻轻松 又以为这个可死不吃的傻子 怎么喝的啥 你不飞 本就春色被娘娘在做的对 那 不可以讲生物大方 又开始 恶意根本就配上了 请谈的不错 找 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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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表演 不行不行 我还要吃专业肉呢 哈哈 当然要表演 姐姐是代表凌王府的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妹妹也可以代表凌王府的 啊 非要我表演不可吗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姐姐别谦虚了 你在音乐上的造诣 一定是非同反省的 可了吧 路顾虚 居然是傻子 那不是想吃的还行 新星书画这种 需要古少的这样子东西 怎么很愧 就是不不可知东西 你一致好话啊 是哪个表演台译 无法不让人砸掉大牙八 哈哈哈 我不行我不行妹妹 我真的不行 我不会 姐姐竟然不想表演 莫非是看不起皇上 觉得皇上不配看到你的表演 我 我没有 我才没有那么想呢 妹妹 妹妹又在欺负云儿了 警卫 雨云不愧就算了吧 就是 一个傻子能表演什么呀 他不是只会趴在地上 学狗叫吗 就他这个水呀 怎么跟京城第一彩 一路起为相比 怎能配得上四伯 他要是会表演 我道理绕上大自己是傻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是 你一个乡下来的报告你会什么呀 成王是傻子 你 成是傻子 你 父皇面前你不要胡说 你快个气力道个歉 这时候就过去了 不不 我才不要呢 他老说我是傻子 我才他才成傻子呢 坏人坏人就算我去住所 我才不会冤枉他呢 皇上 要是我赢了 你得给我做证 不许他耍赖 好 那你要是表演出来 趴在地上 脖子套口 别给我学狗叫 好啊 那咱们就靠去呀 好 好 那 这就为你们做个见证 你云这小丫头有趣的很 正好 这也想看看 他们表演什么 皇上 我要 1234 我要很多个杯子 还要一双筷子 筷子杯子能表演什么呀 不会是用筷子喝水吧 也只有这个傻子才能想到这种拳 皇上 还听说王 这是什么话 是宝货吧 嗯 常常林王妃 对 关着狗层 折个狗叫 对 也倒是 挺积极的 哈哈哈哈 给他 马蹄 南去 真被忘 真被忘 草清 黄尘 飞 呀 我 我 愿 守徒 不 开 讲 康康中国要让四方 来 好 好情外战 我这就觉得年轻了二岁 还能不能让他一战士了 哈哈哈哈 张 高中的张 接陛下 她 是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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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爺萬人 請王爺請陸玉雲 他吃傻 自然說話顛三倒四 你何必和他計較 倒是你 常常的王爺原而無信 你讓臣子和百姓怎麼看呢 道理 求傻的 道理 求傻的 道理 道理 陸玉雲 成王殿下畢竟是王爺 就算是輸的 你不能在這麼多人面前道理說自己是傻的呀 可是皇上他都不告一見了 三個城城打死皇上 好親 好親 再想他都會來他 上天將他道來見 而你他的馬主主子 男的咱來當他了 我 我 人臣院主叔叔 我 你 你 你 好玩好玩快點快點 你 你 你還沒說你叫傻呢 我沒知道 我是傻的 我是傻的 陸玉雲 絕對不會放棄 陸玉雲 陸玉雲 你讓城王殿下在這麼多人面前丟人 你太過分了 怎麼 我心疼了 那你陪他一起丟人呀 反正呀 這第一美才你都已經輸給我 本身就是件很丟臉的事情 姐姐 你怎麼能這樣呢 陸玉雲這個傻子到底走了什麼狗屎雲 居然敢搶了我的風頭 我一定想辦法除掉他 陸玉 你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嗎 陸玉惦過殿下 殿下 您這話的意思是 你可是堂當尚書府的二小姐 身份尊貴 又是京城第一才女 你就這麼甘心輸給一個傻子 居居於廁飛嗎 自然是不甘心 可是如今 她已經是上了皇家御劫的王妃 您這個又那麼喜歡她 我能做什麼呢 如果說我願意幫你 殿下的意思是 整個競爭誰不知道 只有你才能配得上我四哥 我四哥才華横溢 怎麼能娶了一個傻子而被玷污呢 我四哥心軟下不去手 但我便幫幫他 也算促成了你們這一對有情人 早就聽聞殿下跟林哥哥情同手足 今日一見果然如此 那是詞人 我的聖母平貴人 和她的母妃都是出自幻衣局 那情分自然非比尋常啊 那殿下打算如何幫我呢 我四哥還是很喜歡你的 不如就趁這個機會 你們生米煮成熟飯 再找幾個人把這個傻子下了藥 然後 這個主意好 到時候把這個陸以雲捉肩在床 就算我四哥再心軟心善喜歡她 也斷然不可能留她了呀 而到了那個時候 你做的這件醜事 將會成為我手裡的一件把柄 殿下所言即是 一個髒女人 絕配不上王妃之名 到時候林王妃的位置 就是我的了 到時候還要找幾個女眷去 把她們捉襟在床 事情鬧得越大 陸以雲越翻不了身呢 小碧娘 定然願意幫她 今日就是萬壽節夜宴 我四哥居然要喝不少酒 殿下我懂 嗯 四哥 今日父皇壽成 開心再喝一杯 四哥好酒量呀四哥 來 再喝一杯 對 我們一起玩真的一架 嗯 發門弄 我怎么这么睡了 不行 我不行 我哪儿呀 我哪儿 娘娘 你好好休息 奴婢去给你打些水吧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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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睡了 但是小样 我带牢看看 你要跟我玩什么花样 就在这 事成最后 少不让你能好久 要放心 哥姐的 你一定把他偷偷 这鹿野鱼虽然是个傻子 但长得是比闹春风楼的花魁还好看 就是他一会儿玩起来的时候 跳得好不好听啊 只想看看他一会儿跪在上 哥哥身上出了样的样子 没没没 别害怕 哥哥一会儿让你熬熬叫 哥哥会让你舒服的 你我死我呀 好你个陆锦衛 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法子对我 行啊 我倒是让你觉得 什么事 奇人之闹 我被 这赶紧给测费男的抱信心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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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跟他去看 你 林哥哥你这不热 那得当你快一几个人 快你个大头鬼啊快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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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醒醒 五花林醒醒 怎么了 我怎么这么热 家伙喝点酒就这样 你以为不对 你怎么又中毒了 这 醒醒 五花林 醒醒 算完了 我怎么这么热 家伙喝点酒就这样 以云 对 你怎么又中毒了 这 居然中的还是情毒 这毒跟我中的可不一样 三个人正在若不和女子欢好 血妹你行 不逼而往 什么药物针法都没用的 你这个女的怎么这么狠呢你 你等不到叫人家死啊你 沈温仙是针 来 帮助你的血脉 延缓毒发 一会儿再想办法 你给我老实点 来 来来来来 来 哎呦 哎 哎 哎 怎么这么重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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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解决 你这个祸害 来吧 小美人 快点进走吧 你这丫头 怎么这么沉呢 哎我天 哎呀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醒醒醒醒 美娇娘来了 快醒醒 醒 美娇娘来了 享受吧 美娇娘来了 陆景威 这是你自作自受的 是吧 曹玛丽 曹玛丽 我要求你了 来了来了来了 啊 江头兄们 哎 我也只能搏一搏了 哎哎哎 哎不行不行 再这么下去 他就死了 记忆坚持 我只好 哎 哎哎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堂堂凌亡 被人下了情毒都不知道 这毒啊 要是无疑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 就弄下这样的 你你你可别赖上我 情毒 我会让你去查 一云 那件事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吗 啊 你 啊 啊 哎哎哎 各位政府啊 啊啊 哎呦我天 下来 哎哎 公子啊 公子想想 姑娘啊 教语这 没吃点我 等我日后 定来娶你 7年前 你救的那个小孩 嗯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这个四花脸 怎么这时候还要听我 几年前和人私店终身的事啊 还不止一个呢 最初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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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陆宇的那个傻子 是马子 是马子还没有四通 那你就不知道了 傻子可以咬两个花 哪个花 你个人四味四通 还不止一个 那我算什么 有热闹看了 本小姐最喜欢看热闹了 走啊我们去看热闹 爸 赶紧去看看 到底帮我拿上去 快快快 陆宇云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以前在庄里和那些下人就玩的脏 现在丢脸都丢到皇宫里来了 还不快滚出来 这陆宇云竟当中如此不要脸 又蠢又傻 愣不道 甜甜 这俏的身多大 这陆家大小姐人情可不得劲啊 生嫂 我们陆家可没有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来人把门打开 把陆宇云那个不要脸的贱货给我拖出来 哇这么多人好热闹 怎么可能 你们在干嘛呀 让我也瞧瞧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里面吗 我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里面呢小娘 里面明明是妹妹啊 我刚才还看见妹妹和两个男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去了呢 里面来到真的是陆敬文 不可能吧 这陆儿小姐怎么可能会与人私通 可傻子应该不会说谎吧 而且刚才陆夫人连门都没打开 一上来就说里面是陆云 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不会人知的糟事呢 你个死牙死我 胡说八道什么 看我把打死你 小娘你好大人了 死亡灵救我 金夫人 你想对本王的王妃做什么 王爷 要不是之前的意外 现在警卫才是您的王妃 您可别忘了 行为七年前可是救过您的性命 你确定之前救本王的是入警卫吗 那当然是了 警卫天真又善良 救您的肯定是他 我还头一次听说 原来私通就代表着天真 代表着善良呢 嗯 还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说法 真是好玩 嘿 你别老说 里面怎么可能是警卫呢 是不是警卫咱们瞧瞧看不就行了吗 吃我一瞧 哎呦喂 姐姐的腿疼疊来疊去的 你们快看 好厉害 啊 你起开 你起来 起来 你滚开 快 不许开 都不许开 滚开 怎么会是我 不应该是我娘 娘 怎么会是我 真的是陆锦卫 哎呦 我听这声叫的 连我这个女人骨头都麻酥了 这又是个男人还得了 这金城第一美人啊 竟如此荒荡 你俩个男的又丑又恶心 陆锦卫也真是不挑 口味还真是我 陆锦卫 肯定是你 是你陷害的魏魏 陆锦卫 我打死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没有人来跟别人睡觉 真的不是我 陆锦卫 陆锦卫 根本没有机会陷害陆锦卫 不可能 陆锦卫 你跟葳葳 从小七没竹马 你知道的 我会不是这样的人 你可一定要帮葳葳啊 陆锦卫 你一定要替葳葳主持公道啊 王爷 把人带上来 陆锦卫 是奴婢没有办成陆侧妃交代的事 奴婢也不知道 本该是王妃娘娜在这里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侧妃娘娘 但是侧妃娘娘 真的不是奴婢带进来的 你背嘴 别胡说八道 小姐我刺了你的嘴 这样看来都像是陆锦卫 想要害陆锦卫不成 自己反而自作自受吧 这陆锦卫啊 三番四次的被陆锦卫 一个傻子下了面子 又被抢了王妃之位 肯定早就怀恨在心 四哥 今日是万寿节 此事要是让父皇知道了 必然震怒啊 此事本王定是会查清楚 都先撤了吧 四哥 弟弟就先撤了 嗯 林哥哥 你不想起妹妹了吗 肯定是他 肯定是他陷害我 林哥哥 你打死 真相如何 你心里自然清楚 你等等我呀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回家是什么 回家有肘子 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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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 我自己能走 别吵 回家心里是肘子啊 那好吧 那就前前让你抱一下吧 露雨云 你给我等着 我最会帮我你 睡吧 就弄这么久一来累了吧 嗯 你可真是的好人 嗯 那我们也该说说你的太近 不愉快的是 嗯好吃好吃 你吃吧 露雨云你 我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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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王爷 已经查到 那宫女和侍卫们 确实是被释妃娘娘收买 想要污了王妃娘娘的清白 您中的轻毒 继续说 您中的轻毒 也是释妃娘娘安排的 清毒能浓于酒才会无色无味 您今日是喝多了酒才会没有发觉 四哥 今日不妨授臣 开心 再喝一杯 四哥 好酒量呀四哥 来 再喝一杯 那陆雨云又怎么回事 属下查到王妃娘娘把您扶进了屋子 而后拖着车妃娘娘进了偏店 也就是说 陆锦威原本想按陆雨云时针 好多王妃的位置 却不料被陆雨云反买了一道 正是如此 只是去查车妃娘娘的人说 原本她只是想给您下春药 却不知为何 变成了药人命的情 再去查 是 还有 属下已经查明七年前就您的人 是隆雨云 这件事本王已经知道了 叫他 你让他在那里 你别抓了 你说什么 我等听不懂 说 那什么装 干嘛呢 TanjooKee呢 你本来这不是傻子 不是吗 我是傻子这个事情 不是壮所周知的吗 那你告诉我 一个傻子 是如何逻辑清晰地说出 众所周知这个词的 还有这个 你七年前救过一个小男孩吧 他给了你这枚玉佩 并成为我长大后来娶你 你怎么知道 我 我没有和别人私定中生过 你听错了 我没事 我没有 小丫头 我就是你救的那个人 我就是要娶你的那个人 我就是要和你私定终身的那个人 救你的不是陆锦威吗 我们都被骗了 他当时派人杀你 就是想灭你的口 避免你我相认 至于陆家那位金夫人 手段更是了当 你在他手底下受了这么多年委屈 想必装傻也是不得已的吧 不是 以前的我确实是个赤傻儿 他们把金嬷嬷派给我 一是为了监视我 二是为了给我下毒 那日我同意躺在床上 不知为什么 我的脑子突然就清晰了 竟然如此恶毒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们 李渊 你放心 以后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 我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至于那个蛇心心肠的陆锦威 我李王府是断断留不得他了 你放开我 干什么呢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竟然敢敢我走 小青晚上林河河打死你们这帮不长眼的狗东西 就是就算敢也敢敢的是陆以为那个贱货 是谁下的命令赶紧让他过来给我磕头道歉 是本王下的命令 王爷 金夫人 你敢要我给你们磕头道歉吗 王爷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今日行为遭人陷害受了委屈 若是在这个时候把他扫地出门 那整个京城的人怕是都会戳凝几两骨的 是遭人陷害还是自作自受 若几位他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吗 林哥哥几位真的是无辜的 是啊王爷几位他是您的救命恩人 您这么对救命恩人怕是不妥吧 小娘你可真是会贤恩图报呀 只是这恩是不是你们的呢 当年救本王的人分明就是乙云 你顶着他的功劳不说 还千锋百计地害他 陆几位 这么多年你骗了所有人 就连父皇也被你欺骗 此乃欺君大作 陆家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你怎么知道他 是陆鱼这个贱人告诉你的 林哥哥你不要相信他 你怎么能相信你个傻子说的话呢 除了冒名顶替的罪名 妹妹可还有私通官人谋害皇子的罪名呢 这可不是我说什么就用的了吧 妹妹这坏事做多了 可是要遭报应的呢 你不傻 这一切都是你陷害的 林哥哥 维维做这些都只是一半爱你啊 就算就算不是我救的你 他至少我没有青梅竹馬的情意 这么多年的感情做不了假呀 林哥哥 你害未未对不对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啊 林哥哥哥哥哥 快走 以後但凡是有人給找你的麻煩 我定不會請你 好 歡迎小事 保護王妃 沒嚇到你吧 你受傷了 沒事 不過有點小傷 我非小心 小心 你來啤酒嗎 蘇華麟 蘇華麟你沒事吧 蘇華麟 蘇華麟 阿姨快 歡迎 蘇華麟 你醒了 你慢點 你的傷口我已經幫你處理了 後面那道太深了 剛才怎麼不躲開呢 我要是躲開了 受傷的就是你 比起來讓你受傷 我寧為疼得是我自己 傻瓜 王妃 已經嚴刑拷打過抓獲的刺客 他們的主人 就是之前多次刺殺你 給你下毒的人 雖然還沒有明確是誰 但已經有了線索 到底是誰 三番五次地陷害他 這人 就是宮內的幾個王子 我先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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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